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进入到立位纪第十三章 讲的就是leprosy 我们已经提过念完了这个rituals 我们进入到第三部分purity 然后等到过了这个中间十六十七章 讲到day of atonement的yankarpoor以后呢 我们还会重新再去pick up 相同的也是purity priest ritual 这样回去 所以我们是在purity的第一个部分 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 十一章到十五章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就是开头的地方都是 now the lord spoke to 就是耶和华开口了 会跟这个摩西说话 或是摩西亚伦一起说话 我们也讲过 摩西代表的是政府 government 亚伦代表的是祭司 priesthood 都是领导级的人物 那十一章到十五章 讲的都是关于purity方面的这些律法 所以第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介绍过 什么东西可以吃 什么动物不可以吃 所以也介绍了这个 culture的这个名词 我们讨论过了 然后十二章的话 讲的就是女孩子 生完了这个小孩以后 要怎么办 那我们今天念的是 第十三章 是diagnosis of leprosy 我们会碰 就看到说leprosy 如果长在身上 或是长在 碰到衣服了 应该怎么办 然后十四章 会继续讨论leprosy 然后第十五章 讲的就是 身上其他的一些discharge 他们中文就翻漏称 好 那十三章 第一节到第八节 讲的就是 如果身上长的东西 说要怎么样来检查 所以耶和华 小玉摩西亚伦说 如果这个人的身上 肉皮的上面 长了截子 截子就是swilling 碰了一下 肿起来了 或是长了险 险就是一个rash 一个blister都可以 或长了火斑 你看到火斑的意思 火就是很亮的意思 所以是shining spa 所以它不仅是长了一个 长了一个东西 而且看起来亮亮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它就规定了 你们要拿去 带去给这个祭司看 所以either是亚伦 或是亚伦做祭司的 这个子孙的面前 那如果这个时候 可以看到说 这个地方不仅肿了 或是不仅长了险 或是不仅长了这种火斑了 而且它长得比较深 所以它进入到 那个毛囊的里面 所以长出来的 那个hair 那个身上 那个肤毛 那个怎么讲 体毛 汗毛 都已经变成白色的了 OK 那这个时候呢 就直接断定 它是不结晶 不结晶就是最后的 一个最不好的审判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不结晶的最后的结果 几乎没有翻案的可能了 那如果说 过来带来看的时候 就只是肿了 或是一个小的blister 然后没有白色的毛 表示说 它还没有进入到皮囊 那皮囊的里面 所以不知道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 是会搞鬼 所以怎么办呢 把quarantine起来 所以quarantine几天呢 七天 就是关锁了七天 然后quarantine第七天之后呢 就让它来 再来看一看 如果呢 消掉了都没有事情了 好 它会说它叫变暗了 的话呢 如果 对不起啊 它就是把它关 就是对不起 我们再回来一下 它如果没有发散 就是在local的话呢 它就是跟它说 还要再quarantine七天 所以总共要quarantine 十四天 十四天再回来看 说 这个差不多了嘛 那个 生个什么小疹子 十四天两个礼拜 也差不多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灾病发暗 发暗就是飞一点 就白色的 慢慢那个消掉了嘛 变得比较暗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又没有在这个身上 发散开来 没有传播到全身去 那这个时候就说 OK可以了 就算是洁净了 就可以回家了 那可能是长个弦 可能是这个桌子 桌脚碰了一下 肿起来了 所以这个人呢 就要把衣服洗一洗 然后就OK了 那如果这个人呢 在皮肤上 在第十四天的时候 看一看呢 就散开来了 它可能是 就是recurrent了 变得比较大 虽然前七天 没有散开来 可是后几天 它散开来的话 那还是不行 直接就把它判定 成为最糟糕的那个 就是不洁净 就是unclean 就说它是大麻风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 在那个时候的 以色列人 他们如果身上 碰到了一个肿了 一个长了险了 然后截子险了 或者伙伴 第一个找的不是医生 也不是药剂师 第一个找的是谁呢 是这个priest 是祭司 这个祭司要来检查一下 来判断说 他这个是不是传染病 所以祭司的角色 有点像工卫 公共卫生 那种医生 所以他有这种讲法 说他们是这个priest physician 他专门只是负责diagnosis 他不是用来治病的 那他会挑出来说 某一些东西 很可能会变成传染病 在这个地方 这个皮肤病 他这个传染病 他就通通叫做leprosy 判成是leprosy的话 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他这个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这么严厉呢 因为他这个结果 是很严厉的 所以他是希望 做祭司的出来 在做这种 priest physician的角色的时候 不可以瞎猜 我这个 这看起来好白 我觉得他这个是麻烦 不行 他这个在 立位纪十三章 规定的很严 他就有一个 非常清楚的 definition 什么是leprosy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 如果说 他就两个 两个criteria 一个就是 有没有肿起来 有没有长包 这个包上的 那个汗毛 有没有变成变白 如果变白了 又长包了 好了 那就是 就是很certainty 就是有问题 那有的时候 卡在中间 又没有长白毛 然后可是看起来 又看起来 不是很顺眼 那这种时候呢 就必须要关锁 就是要quarantine的意思 其实我们在念 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真的可以想象到 皮肤病死 真的有很多 会有像 我们常见到 我们听到是什么 smallpox meso chickenpox scarlic fever 甚至于singles 都会引起身上的 这些东西 所以那既然我们在这边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好 我这个以前 自己是念维生物的时候 就是蛮好玩的 small我们就很快 不会让你那个 吓到 smallpox呢 我们中文是翻天花 它身上会起那种 浓包水 那个水泡 你可以 可以想象到 那个时候 搞不清楚 怎么回事的时候 那个 不知道有病毒 不知道有细菌的时候 我们现在知道了嘛 所以smallpox 其实也是 那个传染病 是很严重的 所以呢 不能让人家碰到 所以它这个quarantine 个7天 quarantine个14天 真的是一个 很聪明 我们真的觉得 我们的上帝是太聪明了 那smallpox呢 它是从病毒感染的 它的那个病毒呢 叫variola 你稍微看一下 你知道它 每一个这种病 其实它 有时候通通通都是病毒 可是它就是这个病毒 跟人家长得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天花病毒呢 是variola virus 所以身上呢 会有水泡 会浓泡 大家的一贯 都是会 会发烧 会全身发痛 这种 那有的时候 像这个的话 就会呕吐等等 那mesl 大家都知道 mesl就是麻疹 mesl的话呢 它是由这种 麻疹病毒来传染 也是一种病毒 所以是rubiola virus 所以现在 要去 我们去diagnose 我自己本身是牙医嘛 所以我常常会 我会看到 这种mesl的case 它很特别 是它的疹子 会长在那个 口腔的里面 像是一个那个 小白点 然后聚集在一起 好像很密 那一下就可以看到 我们叫它 叫做科室斑点 通常看到科室斑点的话 都知道 大概就是mesl了 mesl是 但是现在很好治 为什么 因为小的时候 大家可以打 这预防针的人 它就打了这个 MMR的预防针 就一次削三个 麻疹 还有那个 mesl mumps rubella 就是麻疹 三线炎 德国麻疹 所以叫MMR mesl mumps rubella 通通都给它打掉了 就对 所以三个病毒 通通都不用担心了 可是在那个时候 不一样 那个mesl 是长这种麻疹 还有就是chickenpox chickenpox 我们中文翻水痘 水痘的这种病毒 叫水痘带状抛疹病毒 Viracilla solstervirus 它这个很麻烦 它这个起的那个红点 全身都是会痒 抓着那个 那个痒死了 刚刚开始还是比较平 后来就变成小水痘 所以才叫做水痘 像小水泡一样 然后你把它抓破 那个水到处乱流 哇又结巴了 那个这个水痘 是很难采的 那小时候呢 你如果没有打 那个水痘的预防针 大概大家都会得水痘 那得了这个水痘以后 它不是终身免疫 它这个比较麻烦 为什么 因为它这支virus得到了以后 这个病好了 结痂什么 变肝结痂了 然后痊愈了以后 它其实这个virus会躲起来 躲在我们那个身上 然后会有 第二次的这种感染 我们知道 这个chickenpox的第二次 其实就是shingles 就是带状抛疹 带状抛疹呢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Viracilla solstervirus 会藏在那个ganglion的里面 通常是在体脊骨旁边 那个神经节 那人体免疫降低的时候 年纪大的时候 或者说这个不爽的时候 跟老公吵架的时候 这种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 它就会顺着单侧 所以单侧 它会顺着那个 那个dermatoma 那个dermatoma 就像一条一条这样长出来 所以张菜是一个带状的 而且通常是一半 因为它那个 那个神经的分裂 就分布就只有一半 所以我们台湾人叫爪 对啊 一个蛇 对不对 那在美国的话很严重 shingles 听说是 这个根据统计 是每三个人 就会有一个人得到 这种shingles 超过六十岁的时候 年龄越大 得到shingles的 这个可能性是更强 所以现在的医生 都希望大家能够 打shingles的预防针 我老公很听话 我老公是 你叫他打什么 他都打 他现在连那个 COVID-19的第二个booster 他都跑去打了 可是他就是不敢打shingles 因为他说 这个shingles的预防针 他听到很多 很多打回来的人 那个好像很惨的样子 所以我在跟他讲 他这个 他得过shingles 所以我跟他说 你还是去打一下好了 对你可能比较好 我也是 与奉劝大家 我自己是学science 所以我是非常相信 这个vaccine 所以我觉得 这个差不多的时候 shingles的vaccine 应该去打一下 还有一种呢 很常见的病 会在身上 会有这种疹子出来 就是心红热 scarly fever scarly fever 是由那个 streptococcus 引起来的 链球菌 引起来的 然后常常会 会那个 让喉咙痛起来 刚开始 会有那种 strap throat 出来 那不得了了 真的是呼吸道传染 这个是呼吸传染 不像是很多东西 是接触传染 或是droplets 像covid-19 是droplets 一定要有个口水 掉到你的这个 掉到你的嘴巴里面去 类似就是 很close proximity的地方 掉过去 你才会得 可是这个scarly fever 不一样 它呼吸道的 所以 有人家得了这个病 呼出来 那我吸进去 我就会得 scarly fever 相同的 现在也不是 什么大毛病了 因为我们有 antibiotics 可是那个时候 没有 OK 这是我们大概 可以知道说 在皮肤上 可以起疹子的 除了在bible 就是我们讲到 那个 不是在bible 我们等一下讲 就身上 会起疹子的 这种东西 除了在这边 讲的是 这个leprosy之外 还可能有这些 细菌感染 会是病毒感染 可是在希伯来文里面 在原来的 hebrew的里面 我们在讲到 leprosy的时候 其实它不是指leprosy 它的意思是 包括所有 皮肤上的病变 所以可能是 包括virus infection 像smallpox 像天花 像麻疹 像水痘 带状包疹 这些都是virus 也可能像心红热 心红热就是 细菌感染 那有时候 是它会长一种 ringworm 就是皮血 那是fungus 那种真菌 造成的 那还有一种 就是不明原因 那psoriasis 大家听过吗 肝血 所以我们会翻 那种斑铃血性 皮肤炎 就突然一下身上 就这样红了一大块 然后还会脱皮 所以有点可怕 这个psoriasis 那个严重的时候 我看过 有那种很严重 psoriasis的病人 这语言看的时候 真的是吓一大跳 还有就是 有时候皮肤会变白 就是它那个色素 突然一下就消失了 很有很多的diagnosis leukoderma 其实leukal 就是指白的意思 像白血病 那个leukemia 大家听过吗 leuk就是白色 所以derma 通常就是皮肤上面 所以leukoderma 就是在皮肤上面 长了一个白斑 所以我们中文 就叫做白斑 其实就是它的颜色 突然一下pigment 就不见了 那个melanin 那个黑色素 就不见了 那你也会听过 这个名词叫做 vertilago vertilago 也是白斑的意思 就是皮肤上 突然这样 抖一块 吸一块 然后变得比较大 leukoderma 通常是比较小 vertilago 就变得很大 那当然就是 有leprosy 但是一般讲的 leprosy呢 是细菌感染的 他们叫做 Hanssen's disease 那这些halomagic的 所有东西 所以不管是病毒 不管是细菌 不管是fungus 还是不知道原因 还是因为色素 那个不见了 这些东西halomagic 加起来 在希伯来文里面 通通都叫做leprosy的意思 那这样子的话 那bible里的leprosy 和我们现在的leprosy 是不太一样 我自己觉得是不太一样 你越读越不一样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一般的 我们在讲到leprosy 大麻疯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leprosy 通常在讲 是大麻疯的时候 是一个细菌感染 这种细菌比较特别 它叫做mycobacteria 它这只细菌 叫mycobacteria lepera 不晓得怎么言 都拉丁文 那这个mycobacteria 还有一个氢气 也会造成很 在肺部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就是肺结核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也是mycobacteria 这个细菌 也那个弄起来的 为什么要叫它myco呢 myco是 myco是有点像真菌 fungus的意思 所以mycobacteria 是介于bacteria 和那个fungus之间 它的细胞的 它的长相 跟两边都有一点像 你念microbiology 都可以花好几年 去念这个东西 那basically来讲 因为它很像fungus 所以这个病 leprosy 或是TB 都长得非常慢 那有的时候 会差不多要长20年 它才会真正达到一个 你可以看到到 下死人的地步 然后呢 它长得慢 它蔓延得很快 它只要是跟皮肤有关系的 通通都会感染到 所以皮肤 还有神经会感染到 还有就是 身上有那种 有那种腔的 比方说 什么 肠子啦 胃啦 什么 肺啦 这种地方 它这种肠子上面 就是这种 有这种腔的 有一个 这个怎么 有一个 有一个 一个形状的 这该怎么讲 就是有一个 像这个肺 就是有一个 圆圆的东西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它这种 这种 在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 这种 这种器官的内部 它都会给它一层膜 叫黏膜 蜘蛛 它上面有不同的 有什么结地组织 有这个表皮 表皮细胞 等等这些东西 有epithelial 有connective tissue 所以它这个细菌 它就专门 去attack 这个蜘蛛 它最喜欢 attack 就是呼吸道 还有眼睛 所以这个地方 就很容易 就感染上leprosy 所以跟头部有关系的 都会感染到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记得leprosy 一般讲的 Hansom disease 的leprosy 是细菌所引起来的 很麻烦的细菌 它长得慢 长得慢 来得慢 它就走得也慢 那它通常长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讲到 是皮肤神经 还有那个所有 lining mucosa的地方 所以它长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 先起小红点 然后那个小红点 过一阵子 就变成小白点 然后小白点 再过一阵子 会变亮 所以shining 变火斑了 那它可以长在全身 我们讲过 所有的皮肤的地方 都可以长 它可以从头长到脚 可以长到头发的里面去 然后长到头发里面去的时候 它会让头发 就会脱落了 然后它起重斑的时候 它这个斑 除了会变白之外 它有时候 还会变暗一点 会变红 它有的时候 就是到后来 会shining scaly的 会落下来 然后很麻烦的 那除了会侵犯到 这种表皮的组织之外 它还会侵犯到 这个fingernail toenail 就整个这个骨头 那个地方都进去了 到joint 通通都进去了 所以有的时候 它那个手指甲 脚指甲 通通都会 慢慢都开始脱落了 它也会到牙齿里面 那个嘴巴里面去 那个牙齿也会脱落 那个gum也会receding 那麻烦死了 治都不晓得该怎么治 快疯掉了 就对 然后呢 常常它会把 那个tissue 会慢慢地吃掉 所以你会看到 它的脸会开始 有一种deformity 我没有让大家看 这个相片 因为实在是怕 吓到大家 因为这个leprosy 真的到末期的时候 它那个眼睛鼻子 真的都不见了 好像个大洞一样 是有点可怕 你这个要去google 所以小心一点 不要半夜 自己一个人去google 免得自己被吓了一大天 跳起来就对了 不要说 阿建你告诉我 所以现在警告你 你要想要看 leprosy的这些 可怕的相片 最好旁边你有 你有个熟人 在那边帮你看着 灯给我开亮一点 会会吓到 还有就是这个 这一只mycobacteria 很可怕的一点 就是它会到神经去 到了神经以后 它把那个神经末端都吃掉 你最后怎样 整个人会变囊 会变paralysis 会麻痹掉 瘫痪掉 所以你这个时候 怎么去戳它 去碰它 都感觉不到了 所以如果旁边有个火的话 那个手都感觉不到 那个手碰到那个火的话 那就很容易被烧伤 烫伤 所以这些人很容易受伤 那受伤以后 这个更麻烦就对了 到眼睛去很麻烦 它喜欢到那个眼睛里面 也是一个枪 像个洞一样 对不对 所以到眼睛去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造成瞎子 下面一张图片 有点害怕 所以那个比较还好啦 但是比起来还是有点可怕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leprosy的手指头 通通好像被吃掉了一样 所以这很可怕 因为它有一种 这种tendency 它会resorb 它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有mycobacteria的时候 那个身上会有attack 它就把它通通都吃光了 所以你看起来 好像是掉了一个手指头一样 所以其实是被mycobacteria 给它吃掉了 很可怕 这个病史真的是很可怕 leprosy 如果是hansom disease 真的是很可怕 它会发生在所有的年纪的里面 而且它非常容易传染 轻轻一碰 就可以跳过去 就可以跳过去一样 那感谢主 我们在1940年的时候 发明了这个抗生素 所以抗生素一下出来了以后 就很多病都可以绝积 包括这个麻风病 麻风病现在是很少的 在美国的话呢 好像说 每一年平均只有100多个人而已 全世界也不过只有25万人 所以算是相当的少 那麻风其实在中国流行了很多年 在皇帝内经的时候呢 都提到 皇帝内经说 如果有一个人 他患了这个病大风 患了这个麻风病 骨节沉重 我们刚刚不是说吗 那个mycobacteria会到那个关节去 让关节都会发生问题 然后呢 虚眉朵 就是胡子眉毛 我们刚刚讲过了嘛 到那个身上的毛的时候 他通常会脱落 所以叫他叫做大风 麻风 所以这种时候怎么治呢 皇帝内经里面呢 是这样 像这样 制法的 他是在素问篇 然后长次结论这个地方 他说你去针灸的时候呢 你就去针在那个肌肉的上面 然后呢 一直针到出汗为止 然后针100天 然后呢 接着那100天结束之后呢 要去针那个骨髓的地方 哦 我不知道骨髓的地方 还有这个穴道 这个很厉害的 再去针灸100天 然后加起来200天 然后这个时候呢 如果头发长回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不要去针灸了 所以这皇帝内经的时候 就已经提到了这个麻风 所以知道说这个已经禅 打交我们 已经打交很久了 那leprosy在bible里面 我就跟大家讲 leprosy在bible里面 跟我们讲的henson disease 就是我们刚刚讲 那个手指头脚指头不见了 什么脸 出现个大洞啊 这种事情啊 不太一样 It's not the same 它在麻风病 在这个那个圣经里面 提到至少40多次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leprosy在bible里面 是怎么回事啊 它的原文呢 叫做zerat 好像是这样念法 念不对的 那个包含一下 我知道第一个题不发音 或是念zerat 反正我们就知道 有这样一个字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皮肤上的疾病 就skin disease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了 包括了virus 包括了这个bacteria 什么天花麻疹 星空热 这些通通都可以算进去 那当然麻风呢 这个henson disease 应该也可以算进去 但是一般的麻风 很可能只是 Zarat里面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这是第一个 是Zarat 那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说 它是一个skin disease Zarat的这个字 原文的意思是 打一巴掌 smite的意思 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甚至于在bible的观念里面 这个leprosy引起来的时候 不是因为bacteria 不是mycobacterium 把它引起来的 而是因为性引起来的 所以他说 如果你今天生病的话 其实是spiritual出了问题 OK 所以他这个 等于说这是一个惩罚 他这个 犹太人是这样坚信 如果得了麻风病的话 是一种supernatural的discipline 因为他的spiritual上面出了问题 所以叫做 supernatural spiritual discipline 那唯一的治疗一个方法呢 就是isolation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所有那个红色被判 是不干净的时候 non-clean的时候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要让他 让他丢到他外面去 所以他叫 他叫走 live outside the camp 然后呢 要把 要这个衣服 要剥了 每天都在那边 哭哭啼啼的 然后他遇到人的时候 他就要宣布 unclean unclean 我好脏 我好脏 离我远一点 很可怜的 所以这个是要记得 我自己在念的时候 我每次在念bible 念到leprosy的时候 我都跟自己讲 this is not leprosy hansans this is leprosy zarrot ok 所以skin disease 或是你要跟自己 提醒一下 说他通常在讲到 leprosy的时候 都是在讲到 spiritual出了问题了 ok 还有就是 在立位记这个地方 13章这个地方 specifically 也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 progressive disease 它不是一下长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要先去 quarantine 7天 再quarantine 7天 才能够知道 它能不能长得出来 那通常长的地方 是在皮肤的地方 然后长一阵子以后 会结巴 结痂 或是有脆皮 那最重要的地方 是会变白 然后白的上面 会有白毛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变白的地方 很像我们刚刚讲的 leukoderma 或是votilago 这种东西 所以有解经家 在解说 这个leprosy 当初不应该翻成 麻风 应该翻成白斑 有这种解释方法 所以可以在皮肤上 会出现白的 或是在头上 在头上的话 就会让头发也会变白 然后也有白斑点出来 然后变得禿头 ok 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样的symptom 在bible里面 对leprosy的这种symptom 这种症状 跟我们在医学界 念的hansson disease 不太一样 这是为什么 很多解经家 都不认为说 尤其是在这一段 提起来的 这个麻风 是属于hansson disease 比较mycobacterium 因切 所以我都跟大家讲 你在念的时候很简单 你就记得 它不是 它不是leprosy hansson disease 它是leprosy superficial 不是superficial 那个spiritual 出了问题 然后就是sing 就出了问题 所以我把这个图形 放在一起 如果今天是hansson disease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deformed 很糟糕 非常麻烦 那如果是在bible里面的话 看起来就是 这个皮肤上出了白斑了 然后这个白斑的地方 这个毛也变白了 然后又凹陷的话 这个就比较麻烦 ok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这种的leprosy 是被上帝打了一巴掌 所以Zara 就要被赶到外面去 ok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leprosy 可是跟 在bible里面 是跟sing有关系 而不是跟 mycobacterium有关系 那当然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马太福音 15章的时候呢 耶稣也在说 心里面出来的 会误会人 有点在echo这个地方 因为心里面出来的 都是很糟糕的 这种念头 恶念 凶杀 奸瘾 狗喝 透盗 妄证 放毒 都是误会人的 那要不要洗手 吃饭的话 那已经 那天天不会说什么 脏还是不脏 好 那我们接着来念呢 就是说 我看 所以他就 这个意思就是 既然是被上帝 打了一巴掌 所以他看到这种 有这种白斑的 这种leprosy 出来的时候 就来警告大家 你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 very graphic illustration 你一看就会记起来了 这个是 sin的destructive power 这个是 做错 做错事情了 就犯罪了 所以上帝来 惩罚了 好 所以leprosy 在bible里面 如果是hebrew的话 是要念 Zarat 所以是skin disease 包括了 那个bacteria virus 那一大堆 还有麻疯 还有白斑 那在greek的时候 翻的时候 因为他那个皮肤 会变得比较 scaly 像毛穴一样 然后很rough 摸起来就觉得 不够光滑 怎么擦油 都没有用 所以他这个字 在greek的里面 叫做lepra 所以以后 等到英文的时候 就翻成leprosy 你知道 我们跟大家讲过 他们在翻 那个版本的时候 英文是从中文 对不起 英文是从西伯来文 去翻 greek是从西伯来文 去翻 中文也是从西伯来文 去翻的 可是我相信 他们在翻译的同时 可能都有参考 其他的版本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觉得 英文把它翻成leprosy lepra很可能 跟那个greek版本 是有关系的 那中文翻成马峰 我想是因为leprosy 的关系 好 那famous leopard in the bible 在圣经里面 有几个很有名的leopard 第一个 大家可能会忘记了 第一个是摩西 摩西的时候 在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跟他说 你就去跟人家讲 你就是老大了 让你去带他们出来 他说 不要啦 我弄结巴 不要叫我去 所以在Exodus 第四章 第六节 第七节的时候 上帝就对他 做了一个奇迹 所以耶和华 就叫他把手 放到怀里去 他放进去了 以后一抽出来 哎呀 长了大麻风了 再放回去 哎呀 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们以后会知道 麻风是不能治的 在那个时候 是没有办法治的 所以他们都是觉得 是一个绝症 像今天我们得了 这个cancer 这种事情一样 没办法治了 就只能跟他共存一样 所以呢 这个 摩西是一个 治好的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人 就是Mirian 就是摩西的姐姐 OK 那摩西 摩西后来又再娶了一个 那个Cush的女子为妻 然后这个时候 那个Mirian 就罗里巴索 罗里巴索 一大堆 不太喜欢他这个弟弟的小孩 不喜欢这个弟妹 所以呢 就罗里巴索 一大堆 结果呢 被耶和华听见了 所以很明显被smite了 所以Mirian 也长了大麻风 所以第二个 在圣经里面 长了这个leprosy 还有一个 我们知道大家很熟悉的 我们在Bible Study的时候 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Naman 这是一个亚兰王的元帅 他长了大麻 他什么都很好 结果他长了 大麻风 对不起 不是大麻 长了大麻风 结果他的这个小侍女 是个犹太人 就跟他讲 我们那边有人可以治 所以他就去找了那个人 就是Elijah 然后Elijah就找他 在约旦河里面去洗漆灰 他当初还不愿意去 他说我自己从亚兰过来的 我还是将军 我为什么要在你们这里洗澡呢 结果后来就是Elijah 他听了Elijah的话 他就去洗了七次 就居然就治好了 所以Naman 是我们圣经里面一个很有名 长大麻风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Elijah的仆人 叫Gihazi Gihashi Gihashi这个家伙呢 非常的贪 很明显就是很贪就对了 跟这个林瑞阳 跟张婷 可能有一点像 所以呢 这个Gihashi那时候呢 看到那个Naman 来过来了 来这个医病 医病好了以后呢 送了东西 就是他的主人不要 所以Gihashi要跑去跟他要礼物 就他拿了这个礼物以后呢 这个Elijah非常生气 就说好 那你这个乱搞瞎搞 这个你也没有97个 这个豪宅 我就不罚你了 像罚这个林瑞阳那样子 那就让你长大麻风好了 就把这个 那个Naman的大麻风 揣到你身上去好了 结果这个Gihashi呢 他就长了大麻风 OK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 是那个南国的那个王 乌塞亚 乌西亚王 乌西亚王在登位的时候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王 可是他呢 有一点点骄傲 做王嘛 对不对 那个 自己就是 做老大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他今天就 吵着呢 要做这个祭司的 祭司的工作 他要去这个耶和华殿 要去烧香 结果呢 当然大家就不愿意 这个祭司就不愿意 跟他进去 说这个祭司 这个烧香这个事情 烧这个incense 这个事情应该是 应该是利为人的事情 是亚伦子神的事情 所以这个 乌塞亚就不肯 乌塞亚说老大 我就是老大 我就是王嘛 什么事我不能做呢 哎呀 完蛋了 他忘了老大 其实不是他 老大其实上面 还有人是神 所以他就一下子呢 就得了这个大麻风 乌塞亚这个王 其实是相当好的一个王 我跟大家介绍过 北国南国 19个 北国就是 North South 1920 北国有19个王 南国有20个王 20个王里面 一个相当好的王呢 就是乌塞亚 乌塞亚不仅是八个好王之间 他也是五个复兴王之一啊 那大家也知道 乌塞亚就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就是当时有个很大的先知 一直要等到乌塞亚死的时候 才可以看到神哦 你去看 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 就会告诉你 所以以赛亚在乌塞亚死掉以前 他全是 全心都是看到的 就只有乌塞亚 一直要到乌塞亚死掉以后 才会看到这个救后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乌塞亚应该是一个 多么好的一个君王 但是很可惜 他有点骄傲 所以他那个就终身大马蜂 就必须要住在别的宫殿里面 好 这是一到八节 OK 然后我们继续呢 第九到十一节 就是如果 好了 现在人有了这个大马蜂的灾病 把它带到这个祭司前面去 祭司上面去看 对不对 然后那个皮上如果长了白结 肿起来了 然后那个毛也变白了 而且最糟糕的是 毛的地方呢 还长了这种红鱼肉 就是这种 raw的这种meat 这个时候就直接订 不接近了 这是最糟糕的一个审判 所以是红色的 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 因为他这个结果是太 惩罚太严重了 所以在检查的时候呢 要非常的小心 要careful exam 不可以去guess 或者是我想 OK 那在这边有一句话 我不晓得 你在念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如果长了白结 有白毛 然后有红鱼肉 就是不接近 他接下来讲说 如果把它定成不接近的话 就不用将它关锁 因为它是不接近的 什么叫做 为什么不要把它关锁 它不关锁的话 它不是到处传吗 这就 这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知道它swirling了 然后长白毛了 然后上面又长了一块 那个大红肉 一个raw flesh 就是这是 就是绝对 稳稳当当 110%的leprosy 所以就直接unclean了 对不对 所以unclean什么意思 unclean就是去关键的意思 OK 就是live outside the camp 所以不需要再去quarantine 或是isolate 要quarantine什么人呢 不知道他是不是得病的人 所以quarantine七天以后 我要出来看看 他这些东西是不是好了 但你已经都知道 他这个是完蛋了 所以他这个就直接判定 是unclean 不用管了 你拍拍屁股 你可以把衣服收一收 你可以搬家了 这就是为什么 不需要再关他的一个原因 然后他的最大的可怕的地方 就是如果是不洁净的 必须要live outside the camp 都不能跟任何的人来往 也包括自己的家人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今年快要61了 你想想看 我的小孩 如果生小孩的话 如果我是大马蜂 我要搬到外面去住 都不能看到我的女儿 不能抱她 都是很痛苦的事情 万一她生了小孩 我小孙子也不能抱她 哇那真是快疯掉了 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好同学里面 都已经开始有孙子背的 你可以想象到 如果不能抱孙子 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这真的是 一个很大的惩罚 所以在斩钉截铁 在判断是unclean以前 一定要把这个 就是检查了再检查 make sure 不是清洁的 不是clean的 然后才能把判断是unclean OK 继续的十三章的十二节 到十七节的地方呢 就是万一outbreak了怎么办 如果长到全身都是了 examination and outbreak over the entire body 有的时候这个大麻蜂 会在头上 哇 发得不得了 它发的时候 从头到脚 到处都长得满满的大麻蜂 诶 这时候居然判别是捷径的 他说他全身都变成白的时候 他就捷径 捷径了 全身都是白 但是没有红肉 因为一旦有红肉了 就是不捷径了 OK 所以很好玩 那所以 但是这个红肉如果好了 所以突然长一长 长到了手背的地方 长了一块红肉 哎呀不捷径了 可是呢 过了一会 他这个红肉没有了 又变白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他又是捷径 所以button line就是 如果从头到脚 无处不有 通通都长起来的话 判断的反而是捷径 这是一个 我们就是跟我们想象会相反的 是一个 counterintuitive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全身都变白了 是捷径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在讲 当皮肤变白的时候 是一个healing sign 那他既然已经愈合好了 他不会对人家 有这种 有这种伤害了 所以可以了 那有一个版本的 那个解经 是三个人 这英国有三个 这个神学家 一个叫Jameson 好像叫 一个Robert 什么David 一类的 Jameson Fawcett 和Brown 他们写的这个 bible commentary 他们是讲的 如果说今天有这种 很奇怪的症状 他突然长了一个白斑 而且要shloo一下 跑得又这么快 可是他从头可以长到脚 一下子都遮满了以后 可是很奇妙是 他在长的过程当中 居然没有这种 alceration 不会有白毛 然后也不会凹下去 也不会有这种 这种浓泡出来 所以他就是长白斑而已 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 这种时候 反而还是clean的 即使他身上 你知道那个白斑 不是那个 我们讲过 那个拨一拨的话 会有那个干穴 会掉下来吗 诶奇怪了 他这个 这个有干穴 掉下来 全身都白 可是他算是结晶 因为他没有 这种alceration出来 这有点像什么 很像 很像 像那种wildfire 那个 就是那种野火 野山 那像什么 山林发生 那种野火的时候 你看那消防人员 去救火 他怎么救法 他把旁边的 那个树 就是一个 一个范围里面 是很有 很有办法控制住 把这一块烧掉了 所以等到这个野火 烧到这边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东西 可以烧了 他自己就熄灭了 有一点类似 这个意思 全身都长满了 没有地方再长了 他就好了 像不像我们 现在的Omicron variant 所以大家现在都很怕 现在是 我们美国是已经没事了 现在传到台湾 去台湾 说今天又确诊 多少人 那天又确诊 多少人 我都是跟我同学说 你安了 Omicron这个variant 已经开始转弱了 所以杀伤力 没有那么强 他虽然说感染力很强 但是感染上以后 你如果打了疫苗的话 一下就好了 如果没有打疫苗 也是受罪个几天 也就没事了 所以有点像 这个leprosy 全身长白 就很类似 这种情形 还有就是 全身长白 反而是解禁的话 是一个very powerful spiritual的picture 你看到没有 他这个有一个 解禁家的 Mayer就讲说 你只要全身 还有一个地方 没有长到这个白斑 你还有借口 跟自己说 我没有犯罪 我没有犯罪 我的事情是小罪 你知道我邻居才大罪 他半夜三点半 就给我起来 play那个lady gaga 别人大家都不要睡觉 我都不会做这个事情 主啊 你看那个祭司很糟糕 他都做狗屁道兆的事情 我不像那个祭司 所以你只要心里 还有一点 对自己做错的事情 有这种借口的时候呢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很noble 很lovely 很可爱的 这种时候 不需要神来救我们吗 就自己救自己就好了 在这种时候呢 我们可能都还是有罪的 只有在一种情形之下 我们突然一下发现到 哎呀我们全身 从头到脚 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每一块地方 都需要神的宝血来遮盖 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这个信 哎就在这个时候 你跟神去confess 跟神讲相同语言的时候 帮一下 哎你得救了 你就会被bless到 而且你会变成别人的bless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段经文 有这种spiritual picture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变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尤其是他从头长到 长到脚是白的 哦有红肉了 就是不洁净 红的变白了 又是洁净 所以一会洁净 一会不洁净 会有洁净 所以最后的power 要控制的谁 那个人 在什么样的人的手里呢 控制的那个力量 最后就是在祭司的手里 所以只有 祭司一定要首读经文 然后去看一看 才能够判断说 到底是clean 还是unclean 这个祭司的工作 真的是很大 好我们继续 13章18节到23节 接下来 那个这几个章节 都是把特别的东西 挑出来 那18节到23节 挑出来的地方 就是它长了一个窗 一个boy 就起了一个大包 然后这个大包呢 又肿起来 一个白节 就是肿起来的意思 白中带红的活斑 就是它长了一个大包 又肿起来 它上面居然会发亮 有的时候会发白的 有时候会是发红的 那这个看起来就很可怕了 那你去看的时候 那个祭司看说 哎呀 整个这个窗啊 不仅是长在皮肤上 而且比那个皮啊 都凹进去一块了 然后那个毛也变白 你一看到毛变白就完了 这不 你知道我们现在都不用 不用是祭司 我们都知道 这个人家会完蛋了 这个就是不解禁了 那如果说只是肿了一个包 上面好像有那个 swilling 然后又好像有 那个shining spot 可是你看看 它也没有凹下去 然后也没有白毛 那怎么办 那就把它关七天 quarantine七天 quarantine以后再看看 所以它只是飞点 那个我讲过 那个白色的 那个部分慢慢飞点 没有那么白了 那就是关七天 那如果说 它没有白毛 然后呢 也没有挖鱼皮 然后这个时候 在皮肤上散开了 一样 是不干净的 如果这个时候 火斑呢 是止住了 没有发散的话 都没问题了 这个就是捷径了 这应该是关七天以后 应该是quarantine七天以后 出来看 如果没有散开 就是clean 散开就是unclean 所以这个是 关于那个boil 长了一个疮 那24节到28节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 它长的是一个火毒 所以很可能是一个burn 突然一下 好像在这个身上 一下烫伤了 所以相同的 如果是有火毒 然后有这种 这种搬出来 然后又有毛 也变白了 然后它又比较 深鱼皮 比那个突然 凹下去一块 好 这个时候就不洁净 有任何一个 这个里面 尤其是毛 如果这个白毛 没有出来 然后也没有凹鱼皮 那个挖鱼皮 那个怎么念 挖鱼皮 就是很深的意思 不是平平的一个东西 凹进去一块了 而且呢 这个时候会飞一点 那个白色的部分 慢慢飞一点 那我不知道 它到底有没有得 那很简单 先把它quarantine quarantine七天以后 再看一看 哦 那个如果散开了 所以这个 这个伙伴 这个burn 跟刚刚那个bliss 跟那个boy 是一样的 如果散开了 就是不洁净 没有散开了 就是洁净 所以这很简单 所以quarantine七天 那二十九到三十七 很简单 就是长sore了 就是这个 这个sore是长在头上 在头发的里面 所以它这个头发 你知道那个 以色列人的头发 是比较暗的嘛 所以应该是黑色的 所以它去看的时候 一看头上面 长了一个sore 长了一个拉力头 然后这个拉力头 如果相同的 生于皮 不是平的 一下凹进去了 而且呢 它那个身上的 那个头发都变色了 变得 当然黑是最深的嘛 所以它一定是变得 比较淡了 所以要不然就变黄色 要不然就变红色 然后头发会变得 非常的thin 那个thin在原文的意思 是变得很短的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 绝对就是不洁净了 这个不洁净 这种的leprosy 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叫做score 或是叫做scaly leprosy 是长在头上的大马蜂 那如果说没有生于皮 没有就是看不到黑毛 那你知道头发 应该是黑的 就它这个人的毛 现在还是变色了 要不然就黄的 要不然就是 没有很黄 也没有很红 没有像上面 又是细的黄毛 所以我不知道 它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 那怎么办呢 管七天 OK 就把它quarantine七天 quarantine七天以后去看看 所以没有发散 没有黄毛 不生于皮的话 那就OK了 那可是不是立刻放出去 它要把它的胡须都剃掉 但是不能碰到 那个长 那个sword的那个地方 这个肚脐 肚脐眼想都知道 你这个碰上去还得量 东碰一个西 碰一个船到处都是 所以如果是长的 那个sword的地方 就不能然后要再管七天 所以相同的是 关了十四天 所以关了十四天之后 它这个第七天 是第二个第七天了 所以是第十四天的意思 然后再去看看 没有发散出来 没有生于皮 那就很简单 捷径了 洗洗衣服就可以 跟刚才是一样的 如果发散了呢 那就 那就 Adios 拜拜 你就要到这个营外去了 它说连那个黄毛 你都不用着了 你就知道它事情 大屌了就对了 当然那个捷径以后呢 这个头戒已经止住了 都不再扩散了 而且呢 黑毛也都长回来了 真正的颜色长回来 那就是OK了 捷径了 所以它basically 它分成 这一段 从18节到37节的地方 分成三个 讲的东西都很类似 一个是长了疮 boil 一个是长了 好像被烤了一下 所以是burn 有的时候是一个 inflammation 就不想要什么东西 被虫子咬了一下 突然一下就有红肿热痛 这种东西出来 还有一种就是 头上呢 长了一个这种sore 莫名其妙 所以这个头发如果变色了 看到没有 都是生鱼皮 生鱼皮 挖鱼皮 都是一样的 就是它会有一个 indentation这个东西进去 OK 那毛 either是变白 或是变黄 头发就变黄 身上就是变白 那这样子的话呢 通通都是Adios 拜拜了 好 我们接下去呢 是38到39 这个就很简单 这个是 一个bright spot on the skin 如果突然一下 相同什么 跟那个sore boy 都差不了多少 就是它变得很亮 所以是相同的 看一看 如果白中 带黑的意思 就是doll white 就是不是那么白 就跟刚刚那个faded 变暗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那就是很好 那只是长一个险而已 所以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就解禁了 然后接着40到44节的地方呢 就是如果看到那个 头发 如果掉了的话 在头上的话呢 怎么办 那如果只是掉头发的话 没有关系 全掉了呢 叫秃头 如果掉了这样一部分呢 就顶门凸 这都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凸头的地方 有这种sore 又有白的 又有红的 你就知道 哎呀 Adios 拜拜了 你就要去外面 那个outside camp 去呆一呆了 45到46节 是最重要的 如果被判定 你这个是一个不洁净的 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要独居 因外 Adios 拜拜 而且呢 我们再读一下 就知道 他说身上 有这种大麻风 灾病的 他的衣服要撕裂 也要捧头散发 蒙着上唇 蒙着上唇 原文的意思就是 要把他的胡须都盖住 然后要一直喊 就等于把他的手这样遮着 免得你喊出来 时候口水喷得到处都是 不是很可怕吗 所以要把你整个嘴巴 这样捂着 叫 不洁净了 不洁净了 很可怜的 所以这个 在那个时候 被判断 皮肤上长了 这些东西 有这个疾病的时候 这个心情很糟糕的 每天都要 披头散发的 衣服都 我几件衣服都给撕裂了 真是麻烦死了 要mourning 而且呢 会有一种那种 public disgrace 我已经觉得很丢脸了 我长得这么漂亮的人 你这样叫我蒙着上唇 在那边一直喊叫 不洁净了 不洁净了 老娘会很不爽的 然后最后还把我 踢到营外去 exclusion 我孙子我都没有办法报了 所以这是 真的是一个很惨的 这种情形 就是因为这么惨 所以不能够 不能够 这样莫名其妙的 用guessing game 或是emotion来决定 这个人有没有犯 有没有犯麻风 所以这13章是很重要 在那个时候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那现在当然因为 现在的技术非常进步了 就不会再看到 这些事情了 那在美国的话呢 美国本土呢 在以前也会有这种 就是让他们去独居的 这种地方 就是大麻风营的意思 一个好像是在 Boston的南方 一个小岛的上面 另外一个我记得是在 Louisiana的样子 那 其实现在全部 全世界 大概total感染的人 还是有15个million 每年大概是25万 但是total还是有15个million 其实美国最大那个 那个leopard的那个colony 大麻风营 不是不是Boston 我讲的那个 或是Louisiana 其实是在夏威夷的 一个小岛的上面 它有这种这种营地 叫Kalapapa 然后在1920年的时候 是一个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这个麻风营 那它是在哪一个岛上呢 这个岛大家比较不会常去 叫Malokai 我们最常去的就是Hanalulu 就是Waikiki那个 有Waikiki海滩的那个 Hanalulu 滩香山 或者是去Kuai Kuai非常的好玩 那个以前那个Jurassic Park 前半呢 就是在这个 这个Kuai拍的 就后来有了那个台风了 他们才把整个那个 整个大队人马 搬到了Hanalulu去 你如果去Hanalulu 它有一个Kuala Ranch 你去Kuala Ranch里面 它里面非常漂亮 有很多的景色 就是当年在拍 那个Jurassic Park 后半的时候 因为这个台风 把Kuai给弄掉了 所以你常去玩 应该是Kuai 是Hanalulu 或是Maui Maui这个岛在这边 或者是大岛 可以去看那个火山 今年年初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火山 很多人都跑去大岛 去看那个火山 那个喷浆出来 你若是坐呢 那个时候 我们以前去坐Cruiseship的时候 它可以开到那个 就是那个喷岩浆口的 那个地方 它刚好流到那个海面去 那非常壮观 但是这个 美国的这个大马蜂 风营呢 其实在这个 Maui 这个岛 所以大家通常是 比较不会过去 你现在还是 现在都没了啦 就是不用担心 如果想要去Maui 看一看都可以 它上面可以hiking 有beach 人很少 游客是比较少的 好 我们继续下去到 47到51节的地方 就讲说 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 我们刚刚讲都是人嘛 都是皮肤上的 所以这个地方 讲的呢 就是衣服上的 所以这个衣服上 它不管什么料子的 这种衣服 如果感染上了 这种麻风 怎么办 所以不管是羊毛做 毛皮的 或是麻布做的 所以不管是动物的毛皮 或是植物的 那个提炼出来的东西 它说不管是 筋上尾上 筋上尾上的意思 原来是warp 或woof 这样的翻译 谁知道什么是warp 不然woof 没听过 所以以后的解经家说 它很可能是 编织的方法 可能有的是woven的 有的是knit knit就是用针 就是那个棒针 去做出来的 那有的版本 会翻成是 inside或是outside 所以不管是 衣服的里面 还是外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 筋上尾上 好像那个里面 外面 或者说不管是 用任何的方法 去织的 只要有这种东西了 只要有这个 好像有看到 有这种leprosy的东西了 那这个时候 要怎么办呢 你去看看 它会不会变颜色 如果会发红 会发绿 而且又发散 三个发 那这件衣服 就不解禁了 OK 那如果说 这个这件衣服呢 没有这些现象的话 可是又觉得 它上面 好像真的染了一个东西 好像真的是 快要变色了 这个样子 那就把这件衣服 quarantine七天 然后呢 等到13章 52节到58节的时候 如果七天以后 去看看 那爱亚娃扣 这个已经 那个一大堆 上面那个颜色 已经都发散开了 那怎么样 就把它烧掉 OK 那如果说 没有发散开来的时候 怎么办呢 它这个洗一洗之后 它再快 把这件衣服 再quarantine七天 不是人 把这件衣服 再quarantine七天 七天以后再开 因为它这个 我们讲过 它这个 这种很可能 会长得比较慢的东西 我们刚刚讲过 是一个progressive的 takes time 所以它再quarantine七天 所以几乎所有东西 都要quarantine14天 然后以后呢 如果是不洁净的 就烧掉 如果说是洁净的话呢 就把它洗一洗就可以了 好 在接下去的时候 如果是洁净的话 怎么办呢 那就把它 有问题的那个部分 把它剪掉 给它tear off 补一个东西上去 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 那个东西 一直在appear的时候 那那件衣服 就把它烧掉了 那如果说是 没有问题了 14天之后 没有问题的时候呢 要再洗一次 OK 如果觉得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东西撕掉了 这件衣服 在穿以前 要再洗一次 OK 所以它这个地方 交代的非常清楚 这个13章 59节是最后 它最后怎么样 summary呢 它说这个就是 所有大麻风 这关于这件衣服 这个garment的这件衣服 如果碰到了 这个大麻风 这个大麻风病人 穿过这个衣服 上面也沾染了 这些东西 所以不管是 什么样料子做的 不管是inside outside 或是什么方式 去织它的 那只要弄脏的话呢 就由这个祭司来判定 接近还是不接近 好 我们这样结束 这个13章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就知道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知道 在bible里面的leprosy 是跟信一样的 它有很多的方式很像 它刚刚开始的时候 看起来没有什么东西 一个小红点 一个小白点而已嘛 no big deal 刚开始也不会痛 然后但它 而且它讲得很慢 跟我们那个犯错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 所以没有一个人就是 这个瑞华尔 就在讲说 很少会有一个人 他说一个老太太过街 你要不然就帮她过街 就是不理她 你很少会一个人 站到那个老太太后面去 一脚跟她踹过去 说回去戏啊 赶紧去死啊 这样子 不可能的 所以一般来讲 一般人犯了这个罪 当然有那穷凶恶极的人 我每天上班都会看到 一些穷凶恶极的人 但是你除了这些 穷凶恶极的时候 通常我们一般人犯罪的时候 都是begins with nothing 刚开始好像 好像不痛不痒的 会slowly 有的时候好像 我看看小电影就不看了 我会remit一下 休息一阵子 过了一会 我又去拿出来看了 所以这很糟糕 而且看一看以后呢 我没感觉 我第一次看出来 觉得有罪恶感 有这个看那个妖精打架 很怕被我爸爸妈妈抓到 结果以后 越看越看 明目张胆了 我现在如果60岁去看的话 但没有人看 我赶快说我话了 所以越来越来 你那个感觉 就会越来越低 就跟这个leprosy一模一样 它会numb your sense you can't feel in the afflicted area 然后呢 但是它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 它会造成decay 会造成deformity 然后最后是会造成一个 isolation 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你 会有种repulsive appearance to everybody 这个是很可怕的 这是为什么leprosy 跟sing 在很多地方很相像 所以像CH Spurgeon 就跟我们讲过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像是一个leopard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大马蜂病人 我们都是有一些行为 让人觉得很厌恶 让人家都觉得很恶心的 然后我们都不能够去跟神 或是跟神的小孩 就是church 去fellowship 我们都会被神不接受 就像这个长大马蜂一样 我们被shut out 被整个somebody 也许不是整个society 可是你在某些人的眼里 很可能就是像这样子 一个大马蜂 没有办法被神接受的这种感觉 所以在立位记在13章的时候 所以神会 你知道他这整个预表 最后都是预表在耶稣身上 我们等一下就会提到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类 就跟这个大马蜂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要先去判断 怎么样有大马蜂 所以要有大祭司来判断 那如果说是 有了这个大马蜂的话 那完蛋了 那这个人就是 如果是被判断是unclean的时候 他physical and spiritual emotional都变得非常非常的糟糕 他要独居 他要到处都要去宣布 所以这个leprosy 就是真的在警告我们 是很可怕的 那在犹太律法里面 第一个最糟糕的章章 它总共有61个章 叫61个defilements 第一个脏脏就是死亡 那个死尸的身体是最脏的 第二个脏脏就是这个leprosy OK 所以当leprosy出来的时候 他要独居 他也不能跟人家在一起 他遇到人家的时候 八丈远六尺之外 就要叫unclean unclean unclean 你知道那个起风的日子 要150尺 要好远啊 那真的 我要我女儿 这样150尺之下 我用老花眼 我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又是近尸 又是老花的 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那真的是 得了那个麻风 要让他轰走的时候 是很可怕的 那记得 我们在讲独居的时候 leopard 他是可以跟leopard 住在一起 他们那个leopard village 是可以住在一起 但是跟自己的家人 就adios 拜拜了 可是到耶稣来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看到 耶稣总共治了几个leopard呢 总共治了11个leopard 其中一个leopard呢 是在三个经文里面都记载 另外一个只有路加福音 记载了十个麻风病的这个故事 所以这个 这个一个leopard呢 也是主耶稣医治的第一个leopard 我自己教他叫做我肯 这个leopard 我叫他叫我肯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这个大麻风的 来那个 我念一下就知道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他 就是拜耶稣 说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伸手摸他 说我肯 你洁净了吧 他的大麻风立刻就解禁了 耶稣对他说 你切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线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做证据 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上帝 不仅仅是可以的 He is able and he is willing 他真的是愿意去医治我们 所以这个第一个大麻风呢 就叫我肯 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 一到四节 相同的故事 可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 三十九节到四十五节 这个地方我讲的比较清楚 他是在加利利的地方 他进了这个会堂 他要去传道 就要去赶鬼 这个时候 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 来找耶稣 跟他说 你如果能肯的话 就可以叫我洁净 耶稣就动了慈心 他就说什么 我肯 所以这是相同的一个故事 所以他就洁净了 然后呢 他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告诉人家 为什么不要告诉人家 因为误了耶稣的事情 大家都会来找他 就挡着他 他时间还没到 所以呢 他说你只要去把身体 给基斯查看 这个我们下一次会念到 他说因为你洁净了 然后你要献上礼物 这个也是在 我们下一次的时候会念到 这个耶稣做的事 都是按照律法来的 他是来成全律法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这个人 有没有跑出去讲了 有 皮特帕拉就讲了 讲了以后呢 耶稣以后就不能够在 明的进城 他只能在外面 旷野的地方 去进城 人家到旷野的地方 去找他 再来的话 路加福音也相同的提到了 这个第一个leopard 也就是我啃的这个leopard 所以是相同的 这个大麻风来吵他 就跟他说 你要是啃的话 我就可以洁净 耶稣就摸了他 然后就我啃 OK 所以后面讲的事情 都是一模一样的 OK 好 接着再来的话呢 就是路加福音 我记得是路加 只有路加十七章 记载了这一个 有十个大麻风 他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呢 他要去耶路撒冷 然后他经过了 撒玛利亚和 那个Galilee的地方 然后有十个大麻风来 就十个大麻风 治好了以后 全部都治干净了 可是只有一个人回来 所以耶稣就讲说 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为什么除了这个外族人之外呢 再没有人回来 归荣耀与神呢 就对那人说 起来你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 所以总共在 Bible里面 耶稣总共治了 十一个大麻风 G.C. Morgan 是跟我们讲过这句话 G.C. Morgan 是一个很有名的 布道家 他是一个英国人 然后他曾经在 在Westminster Chapel 做过牧师 他就这样讲 他说 所以也就是说 G.C. Morgan G.C. Morgan跟我们讲出来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在立位记 十三章到十五章的地方 提到了这些 很可怕的这些 skin disease 叫做leprosy 然后这个东西 跟性有关系 你如果碰到这个性以后 你如果都没有办法医治以后 你是不洁净的 你就要终身的那种 被isolate起来 然后终身的mourning emotional spiritual physical 都很糟糕 所以这都在 在讲我们 在预表示我们 可是以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 弥赛亚会来救我们 他不仅仅呢 会不嫌弃我们 会看我们 会抱着我 还会抱着我们 他会touch我们 然后最重要 他会医治我们 所以最后 这些东西 你在念这个 旧约的时候 最后的事情 完全都是在指向了 这个耶稣基督 OK 所以我们今天 就结束在这个地方 那结束以前 我跟大家讲 一个很好玩的故事 就是这个G.C. Morgan G.C. Morgan 他在哪里 牧会 他牧会那个地方 叫做Westminster Chapel 那我很久很久 真的for the longest time 我都一直以为 Westminster Chapel 就是Westminster Abbey 其实两个 是不一样的 他们两个 大概差走路的话 是差不多10分钟 这个39分钟 是从 Intercontinental 那个旅馆 一路走到 这个London Eye 的地方 但是如果是 这样走法呢 会经过两个教会 一个是Westminster Chapel 就是G.C. Morgan 在这边 牧会的教会 还有一个就是 Westminster Abbey Westminster Abbey 很有名 那个像Princess Diana 还有那个 那叫什么名字 那个前一阵子 那个 几年前 那个Prince Harry 还有他老婆 那个Megan Markle 也是在Westminster Westminster Abbey 结婚的 他的哥哥 那个 跟那个 Middleton 那个K.Middleton 也是在这边 结婚的 那个Princess Di 他妈妈 也是在这边 结婚 所以Westminster Abbey很有名 那Westminster Abbey 我可以跟大家 抢一下这个题外话 因为我觉得很好玩 还有一个 我要去英国玩了 我回来说 再跟你们报告 这Westminster Abbey 好不好玩 这Westminster Abbey 除了是一个教堂之外 它同时是一个墓地 它在里面 总共埋了大概 30个King跟Queen 加在一起 然后还埋了很多 那个有名的人 像那个Isaac Newton 那个牛顿 发明那个地心引力的 那个牛顿 还有那个Charles Darwin 就是讲那个进化论 那个他们的 那个 你看他们有 这个Newton 就在这个地方 他们就是他们埋身之地 还有Charles Dickens Charles Dickens 就是写那个双城记 还有什么 快乐余生 还有那个Christmas Carol 都是Charles Dickens 写的 那Charles Dickens 他在Westminster的 隔壁的邻居 其实是一个 很有名的作家 一个诗人 叫Root Yard Kipland 我以前不认识Kipland的时候 我最早认识Kipland的时候 其实我想女生都知道 是因为包包的关系 那小孩子很喜欢买这种包 你说这个我们叫猴子包 为什么 Kipland的包包 每一个上面 都会再附一个猴子给你 然后都跟他们包包颜色一样 so for the longest time 我都觉得Kipland 是包包的这种 这种名牌子 但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那个Root Yard的Kipland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 他写过一个什么 跟迪斯奈也有关系的 就是Jungle Book 所以这次去 我们大概也会去 瞻仰一下这些古人的事情 那就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被埋进 这个Westminster Abbey的 有名的人是谁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在2018年过世的科学家 Steven Hawken 也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这就是Westminster Abbey 那之所以提到他 就是Westminster Chapel 之所以Westminster Chapel 有G.C. Morgan 最后跟我们讲了一个 很重要的话 就是最后的罪 统统都被耶稣基督承担去了 OK 感谢主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 有一个很平安的夜晚 OK Good nigh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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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